好,那我们现在来解释 羊盘九宫奇门第九段 第九个段落 第九个功能 那开出来的盘以后 第九个我们来讲 洋宅化解 这个就是 你房子一住可能一段时间 那如果觉得不顺的时候 你就可以随时开盘 然后点这个洋宅化解 来了解 你现在 你的洋宅 你家里的客厅布置 是不是出了一问题 好,那现在已经帮你抓出来了 就目前所开出来的预测盘 有凶星的各宫整理如下 该以的就以 所谓的凶星 就是代表空王 或者是天瑞星 死门 天鹏星 庚 这一些都是叫做凶星的部分 那坎宫 你看哦 它就会告诉你 外煞的影响 外面的影响 还有引发的疾病 因为它有羹 所以 在坎宫的部分 家里面北方的部分 如果有这一些的东西 有这一些东西 先把它移走 因为它就是造成坎宫的影响 好,那是零分 好,接下来东方 东方是有空王 对不对 所以引发的疾病 会有这一些 那 你这个东方也要 把这些东西 通通通移走 因为会受影响 好,那也是凶 那再来西北方 西北方会引发 东西摆错了 会引发这一些现象 那他发现有死门 就是这一些东西 看看你家里面的西北方 有没有摆这些东西 有的话 就会影响到你的身体疾病 你就要把它移开 好 对公 对公 对公是有白虎 白虎也是一个凶星 所以这些东西 也把它移走 不要放在西方 放在其他方位 可以放在西方就不行 好 那 接下来东北方 东北方 这些东西 移走 或者会影响到 这些 引发的疾病 好 那跟 东北方也是零分 所以这个就是代表 他已经告诉你 你家里面 任何的一个方位 有凶星 的那些物品 通通要把它移开 现有的方位 那就没事了